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令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子女运差的面向 对于每个人来说 孩子是自己血脉的延续 也是家族的延伸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左右 有些人子女运较差 不是没有孩子 就是与孩子缘分浅薄 关系不佳 甚至会生离死别 晚年生活 孤寂凄凉 今天小酱汁老师从面向角度 带酱友们了解一下 哪些人的子女运差 无法享受到子女成欢西下的天伦之乐 一如何从面向看子女缘分 看额头和眉毛 眉毛为人类独有 其他动物基本都没有眉毛 或极少长有眉毛 所以眉毛愈稀少 思想愈不完善 将会影响其心智 女性如果没有眉毛 则是无子或有子若无之相 另外假如女人的印堂友文 扇根隔断 相貌枯瘦 额部不平的话 也为克服无子之相 二看泪堂 在面向中将下眼带出称为泪堂 此处因为掌管肾气与膀胱精 与人的生殖系统密切相关 因此也称为子女工 假如此处生有罗网文 表示先天肾气虚弱 不容易有子女 另外肋堂枯岸下泻 生有树文或垂类文 也表示肾气虚弱 其人不容易有孩子 三看鼻子 鼻子三弯 其人必肩 三弯鼻的人心思偏执 极度自私 凡事处处为自己着想 而生孩子是需要付出的 因此自私自利的人 也很难有孩子 四看拳鼓 若是拳鼓漏尖 额又高者 主个性倔强 对任何事情都很挑剔 很难有满意的时候 这种面向的人 往往一身牢碌 孤客无子 五看耳朵 耳朵是肾气的外窍所在 如果耳朵薄如指 并且色泽晦暗的话 其人很难有子 即使勉强怀孕 也只是只生女儿 不生儿子 假如耳朵呈枯草色 也为身弱无子女之相 六看人中 人中为人的神器所在 好的人中是比较清晰 而微微下线的情状 而一旦人中平满的话 则代表其人甚去虚弱 不容易怀孕生子 另外 人中处有树纹的女人 难生养 二子女孕差的人 具体有哪些特征 一额头不美 额头形状生得不好 如平窄或低线 这在相学中代表子女运不佳 其人子女又得不到子女的助力 假如额头上有三条以上的纹路 且纹路向下 为之孤独滑钙纹 会给自己带来晦气 使运势逐渐走低 一孤独无子嗣 二 眉毛稀疏发黄 眉毛在面相学中成为饱兽工 从一个人的眉毛能够观察出很多的信息 尤其是女人 可以了解其人的生育能力及其婚姻状况等等 如果女人眉毛稀疏 远看好像都没有眉毛一样 并且颜色微微发黄 表示其人性格内向 跟亲人的关系有些紧张 不太注重亲情 而且他们脾气也不太好 做事容易冲动 在钱财方面 运势也不是很好 这种面相的女人 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生育能力不强 不太容易怀孕 他们多数跟儿女的缘分浅薄 很难跟孩子建立良好的感情 三 眉尾眼角下垂 眉尾眼角下垂的人 内心非常的软弱 做事缺乏主见 婚姻生活不幸福 容易被另一半摆布和掌控 这类人的一生多波折 子女云交叉 很难有听话懂事的子女 常常为子女烦恼 四 类堂低限 在面相中 类堂处被称为子女宫 掌管子女的运势 子女宫饱满的人 多为儿孙满堂之相 俘虏双全 富贵 而假如类堂枯干身陷的话 则主其人行克子女 与子女无缘 聚少离多 如果类堂柱出现树纹 叫垂类纹 也主行克子女 有子难养 眼下有青筋的话 则表示 常为子女知识烦恼 子女孕不佳 甚至子女年纪很大了 还会让父母操心 五 耳朵薄小 耳朵是面相学中 代表着俘虏运势 一般耳朵生得大而厚 才会有好的福气 相反 如果耳朵薄小 有没有肉包裹的话 那就说明 此人的运势不太好 一生当中 会遭受许多的波折和困难 假如是女人有此特征 不仅说明运势不好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子女孕 因为女人的耳朵又小又薄 也是先天肾气不足的表现 表示生育会有困难 这类女人虽说脾气很好 性格温柔贤惠 但是由于肾气较虚 很难怀孕 六 鼻梁健骨 鼻梁生得销瘦无肉 鼻梁骨只有一层皮肤包裹着 清晰可见 这样的人通常较为自私 做事只考虑自己 很少顾及他人感受 事业上也是起伏不定 很难有稳定的发展 而且这类人通常没有子女孕 自身也不喜欢孩子 很可能终身无子 七 人中有横纹 在相学中 人中又称为水沟穴 沟穴 子亭 受糖 通常与女人的生育能力息息相关 倘若女人的人中长得清晰深长 不仅代表长寿 同时也是代表其人健康状况良好 肾气充足 生育能力强 与子女缘分深厚 能够得享儿女之福 晚年生活美满 相反 如果人中生的较浅 并且还有横纹的话 则此人肝火旺盛 性格急躁 容易生气发火 而且先天肾气不足 子女孕交叉 生育能力很低 比较难怀孕 即使是怀孕了 也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而流产 八 牙齿稀疏发黄 牙齿是连接肾脏的根本 肾脏又直接关系着生育的能力 所以一个女人一生中 生育是否有困难 与牙齿的关系也很大 在校学中认为 一个女人的牙齿 生的稀疏迟小 并且还有些发黄 都表示此人的肾气虚弱 肾功能较差 医生当中恐怕很难生出自己的宝宝 这种面相的女人 子女孕比较差 即使是有了自己的小孩 也很难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 九 嘴唇发白且没有血色 我们可以通过嘴唇的颜色 光泽以及质地 来观察一个人的健康状态 因为嘴唇的颜色 跟人体内的血红素关系密切 假如女人的嘴唇发白 没有血色的话 那么就表示此人的脾脏 不是很健康 也代表着肺弱 一般脾脏不好的人 尤其是女人 容易有长期贫血的症状 会直接影响到怀孕 以及生育功能 很难有自己的宝宝 假如他们很庆幸怀孕了 需要精心呵护 悉心照料 以防有意外发生 导致流产 或者是别的什么状况发生 那样的话 就很难再次怀孕了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绝对性 而存在上述问题的面向之人 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微整形 化解一下 以免造成对子女信息的不良影响 但是整形也要适度 不要把原本良好的服相化解掉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